可爱的老虎还有财神爷 鞭炮串 或者用红包带当包装纸 甚至用废弃保力笼当文具固定盒 各式各样的设计喜气洋洋 但还有另一个意义 用回收的物品既环保又方便 可以看到存钱筒的时候 我可以提醒自己 我们存一点一点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我喜欢这个近世语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例种子开始 都找出来了是不是 北多伦多人文学校举办春节庆祝活动 虽然是线上举行 但热闹度不减 98位大小孩60件的参赛作品 人文理念也植入心中 又不用花钱又可以环保 所以随时用坏了还可以再做 都没有花到一分钱 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学了这些环保的创作品 真的是很棒 希望同学除了就是从这个废弃物 做成有用的东西之外 还有一种收纳的观念 纯爱心的观念 因为他们只会拿到压岁钱 怎么样把它存进他们做的存钱筒 把实际的竹筒理念这个精神告诉孩子 只要是纸就可以拿来点点看 感受中国年的艺术 同时也渐渐将善的种子植入孩子的心中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梁延康 黄淑芳 加拿大报导